烈大夫中醫教室 主持人張懷烈中醫師 好,來到今集的烈大夫中醫教室 烈大夫的樣子很潮水 你做什麼事? 最近真的睡不到 你真的好像中慾過度 其實我沒有中慾過度 但實在是稀粉難平 然後搞到切東西難免 之前我們也有講過關於安寧睡覺的問題 但其實這幾天我都睡得很差 特別是上星期七月二十一日晚上 基本上是無法睡得著覺 第二天其實基本上就散了 我不知道是否年紀大了 如果我一天睡覺的睡眠質素非常低 或者是有氣憤、情緒高漲 第二天早上我會發覺 我的肩膀、手手腳腳 不知道是否因為有開冷氣 濕氣太多的情況 很不聚財 我無法告訴你 但又不精神 身體骨痛 又不聚財 其實這種是中醫裡面如何解釋 我們先分辨 究竟你是否有抑鬱 因為有抑鬱或情緒問題的人 其實他全身都會抹痕 抹得很緊 尤其是如果你睡覺的時間 睡覺之前 例如看那些很激動 激動人心 或者氣憤難平的事 其實會影響了你的睡眠 睡覺的時間 正常 你全身的肌肉應該會放鬆 但你沒辦法 反而肌肉已經抽緊 你恰當的位置 它就會向前 向左 向右傾斜 你一站起來 肌肉為了幫你的骨架 回復正常的體位之後 它就會出現了一些 譬如肌肉某一部分 它就會扯緊 幫你維護著姿勢 所以特別累 而現在這些天氣 暑氣重 濕氣重 這麼重的時間 其實我們很明顯看到 就會影響著肌肉 沒有辦法放鬆 所以中醫角度 要化暑濕 清濕氣 清濕氣之後 你的睡覺也會慢慢改善 如果是花鼠濕 我們是不是很像 坊間裡面 有些婆婆 媽媽 經常叫我們煮五花茶去濕 五花茶去濕 五花茶去是一些 脾胃 消化系統 它未必能夠直接 可以清除肌頸 肌肉的濕氣 我們手推 就用冬瓜湯 用尺小豆 用粉葛 這一類 我們以前說 去骨火 去火 或者去肩頸 位置 濕氣 你個人就會鬆 一點 但不要太夜喝 因為會尿頻 晚上喝完之後 會很容易 休息 好 這個對我們年紀大的男人 來說 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晚上我們都要休息 是 四毒變五毒 那些 列大夫又想問你 我們在西醫裡面 或者西方的文化 我們提神 喜歡喝一些咖啡 有咖啡因 其實中國人 我相信華人 在古代 都要提神 原諒刺骨 作逼偷光 都要虎毒 他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要提神 其實在中醫裡面 有沒有一些藥物 或者是一些處方 可以幫助人 提神 或者是沒有什麼 那麼多的副代用 其實中醫方面 真的有 我們先說回歷史 咖啡豆 其實是一個美洲的出產 其實它本身的含量 最初都不知道會提神 但有些人喝完 會有一種輕快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說 在中藥裡面 有沒有咖啡因含量的草藥 其實就不是咖啡因 我們有其他一些叫多糖體 或者一些不同的生化成分 包括我們用銀行葉 我們用一些筆期 黨芯 其實恰當的配偶 或者單單只是煮筆期 黨芯和銀行葉 這類已經很提神 喝完之後 你會精神 但它又不會有咖啡那類的副作用 咖啡副作用其實很明顯 胃也很不舒服 有時候會有咖啡的 酸性高 對 偏酸 但最重要就是 當然 有些人餵好 其實一天喝兩三杯都可以 但最大問題是 過了氣之後 你反而會累得很厲害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而且其實咖啡因 有一個俗稱 它會有一個叫咖啡因中毒的狀況 這個狀況是 如果咖啡因的效果 它過去了之後 大概兩三個小時 然後你反而會有種情緒低落 如果你最近出現一些情緒問題 或者一些不開心 如果你喝更多的咖啡也要小心 喝太多 你一樣在咖啡過後 你就會出現一些情緒低落的狀況 OK 近來有一個健康飲品 它就決定杯葛CCTVB 那種飲品裡面 經常都標榜 與你身體最相近 以及將你補充裡面的 一些流失了的寒液 那方面的東西 是 是 其實在中醫裡面 如果 中醫裡面 不用靠日本人 我們 大中華 我們也有的 其實有沒有這些類似的東西 除了冬瓜水 是幫你利尿 退濕之外 有沒有補充身體的水分 皮膚更近 或者是相同那種飲品的原理 其實是相近體液 他們說是體液 這類在我們說的是 心理鹽水類 其實是一些抗物質成分比較高 如果你說中藥裡面 抗物質比較高 我們通常用石類藥物 但石類藥物 我們通常用來調回安神 它會令到 有時睡覺睡得不好 它會有種安神作用 但它的成分結構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以前中國古代 它就真的沒有這一類 與體液接近成分的心理鹽水 這樣來說 那些很愛國那些 仍然都很憎恨日本人 那些就不行 他們沒有東西抵抬 一定要光顧他們 買東西 不能抵制他們 現在很奇怪 意識形態 就覺得 傳統中國 我們中國什麼都有 人家什麼都沒有 其實這個想法 我們應該要拼氣 這個不是 是不是中國有 外國有的問題 這個是 互補不足 但是問題是 不代表我們有 我們就不輸給它 如果仍然有這個心態 其實在民族發展上 不是好事 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只是大米一件事 如果你是這麼堅持 是不吃外來的米 那麼中國的地會 突然大饑荒 和黃豆 那些東西都餓死你 絕對是 這個地球是整個平台共融的 有時不可以說自己封鎖 鎖國政策 你明朝 現在不是明朝 是 明白 聶大夫 現在近來 我們都會見到 有些人 無差別的 用藤條 木棍 勾搖 一些不同政見的人 亦都整身很多的大兔婆 年紀大的人 可以見到 他們的身體裡面 其實都見到很多不同的傷痕 其實如果在中醫裡面 你沒有什麼高藥 有什麼老友記 真的不幸運 被這些瘋狗 罰到 那 有什麼東西 可以散掉 不要流疤痕呢 其實這件事 是否可以幫得到手 絕對有 因為這些恐怖事件 恐怖襲擊事件 暴力行為 其實它有兩樣的錯傷 第一就是 它如果用一些棍 它是沒有一個開放傷口 它一搭下去 譬如裡面 我們要檢查它 有瘀血 但是有沒有骨折 看完骨 就看根 有沒有扭歪了 因為其實 很簡單 一條藤條 或者一顆棍 駁下去 某些肌肉 譬如我們說前輩 一搭下去 就這樣搭下去 我們會在意味 它有沒有骨折 或骨裂 這樣情況 其實它在X-ray 片下 已經可以見得很清楚 但是 其實有很多後遺症 包括肌肉 筋膜 承受了不同的壓力 和打擊之後 它會向兩邊 以及向遠端放射 它的能量放射完之後 有很多是雙元手 它又會有頸肩問題 然後再扭歪上 上空腔的骨 和脊骨 會這樣散去 即是武俠的震傷 對 震傷 原因是 人的筋膜和肌肉 是為了平衡 和鞏固骨架 以及支撐你的活動 但是它吸收了震盪 以及攻擊擊打之後 它就會走到最遠端 或者我們說 一至兩個關節以外的肌肉 它相對會抽緊 然後為了維持著你本身手部 恰當的運作 但是這個位置 它就會腫 腫的原因 因為它真的見到有傷痕 然後它要保護它 所以就衝血 所以這些情況 你說是不是要去乳 其實我們首先第一步 要令它的腫 不要腫得那麼快 其實某些程度 如果我們判別完 它沒有骨傷 沒有骨裂 但是它是出現了一些 筋膜的撕裂 或者它一些扭錯 這個情況 最好是找一個合資格的中醫師 首先基本檢查 然後我們有一些外敷藥物 我們通常是一些 聲散 或者一些化羽 痕氣 活絡的藥物 先外敷 外敷完之後 我們就要檢查 激傷位置的前後兩端關節 甚至多一至兩個關節點 其他位置 會不會有乳血已經散了上去 然後 現在我記住 腫得很厲害 你不要弄散它 以前有些說法 整個手都是這樣 對呀 這樣可能 令到那個腫和血腫的部分 擴散 甚至令到有可能遺留了 永遠不會消散的一些真身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所以你不要亂捉 不是說捉散就好 因為有些情況是例外的 譬如你的血管已經爆破了 你再在那個情況下捉 它有機會再散多些 然後發燒 那個病人是因為 入侵性和血散播得太多 所以被擊打完之後 很多人都會發燒 甚至沒有表面傷痕 都可以 就不關感染事 那我們看到一張相片 背部 基本上好像打完癡型 這樣 就花光了 如果熱大夫 你是當場註診中醫師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 背部 你會用怎樣處理的方法 因為我看到那張相片 其實是open wound 出血的 這個其實就不限中醫 中醫細醫 這個是護理 以及我們叫急救的課題 我們一定必要使用的 就是基本的消毒 然後在皮膚面 我們一定要遮蓋了 某些膚料 令到它和空氣隔絕了 如果不是細菌直接進去 這個打完之後 其實皮膚已經有些微創傷了 微創傷了 我看到基本上損光了 其實它裂開了皮膚 這個是要控制感染 感染控制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其他的位置 然後做一些外膚 但那些外膚是一些去負新肌的藥膏 藥膏跟剛才說的花穴不一樣 因為它始終有表面傷口 所以我們先要令皮膚癒合 後面後續的問題 譬如原來它打完之後 開始長期頭痛 或者它的胸口 它有機會 因為它不想 這樣坐在前面 那又不是 因為皮膚爆裂之後 它不敢動 一動的時間 它就會痛 反過來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背部就硬了 這些情況 我們在傷患後 一至兩個星期 開始慢慢處理其他位置 所以我們要整體做 即是打後面 我們不能夠滅視 無視了前面 可能都會有問題 這個跟西醫很不同 西醫就只是處理了表面的傷口 看看有沒有X光 看看裡面有沒有瘀傷 那方面的東西 不是照顧前面的東西 因為西醫的概念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打完 我控制感染 我清瘡 清好全部 然後你還有不舒服 就給止痛藥 但是我們認為 每一點都有一個平衡點 你背部出了問題 你時間太長 你的姿勢改變了之後 我們反過來 要在它一些不恰當的位置 要放鬆 所以為什麼 有時候要加一些白罐 有時候 有些人打完 或者被人攻擊完之後 有些關節位置出現了 它屈不了 但我們會處理其他關節 因為這就是這樣的原因 OK 這一節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你 如果那天你見到柳爺 被人打到光鋒那麼多針 第一時間 你會按什麼月位 讓他可以幫忙止血呢 我看不是按月位 都是直接按著頭 嘩 真的流到流到 變成了紅色臉 整條紋 每次都感染了血 阿奇 記得加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針夠月位 通常我們 是否針去止血呢 這一個其實是一些武俠家的說法 實際我們暫時未發現 譬如說 這裡出血 我們一針針下去 它可以止血 暫時未能夠證實 但是針夠是一些中後期的治療 和康復過程當中的一個最佳手段 所以如果一出現這些急症的情況 我們建議直接包紮 壓迫傷口 令它停止出血 這個是需要靠病人本身 它是自己的癒合能力 那如果暴徒真的有開山刀 真的砍來大創口 那其實包紮 能否幫到止血呢 這個不足夠 如果它的傷口過大 刀口過長 斷了兩隻手指 或者脫了半隻手掌 那麼大創口 那怎麼辦 我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止血散 其實我們確實有止血散 所以如果日後出現這些問題 附近真的有些中醫師 他有些急科或者急症的中醫師 在這裡 他代替止血散 其實是在傷口的位置 審止血散 然後撿回殘肢 或者他先代替 那些不用怕 然後就直接壓迫 如果止血散加壓迫 都是不能夠止血散 基本上你那一刻 要立刻去送醫院 因為送醫院之後 你可以基本上 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處理 但是譬如 我們這裡斷的 你又不要把手摔回殘肢 那個傷口位置 他不斷衝血下去 總之將全部的傷口抬回 好像三個筋一樣 然後將傷口位置 盡量高於心臟 會減低出血比例 其次的就是 包紮壓迫 如果傷口太大 基本要聯針 聯針方法 其實可以透過西醫的方法 但是 聯針其實現在我們講到比較慢 以色列他現在有一些新的 預合技術很快 是好像一支槍 然後射一層薄膜出來 他就馬上可以黏住 所以我們要用這一類的 快速的止血方法 死火 如果是這樣 我們撕了粉 在這裡 我們去到醫院再縫合 那時候 不就要再洗 不就痛多一次 其實去醫院你怎樣都要洗 你撕不撕都要洗 因為他沒有辦法排除 那個刀 你都不知道那把刀 插在草叢裡 這些蛇蟲酸都走過了 其實無論怎樣清創是必要 然後再用一個止血方法 但是最急的情況才止血 其他感染 我們都沒有辦法理會 OK 那我們休息一會 再回來第二節的 列大夫中醫教室 謝謝 謝謝